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在找什么呀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一定要帮博士找到那些外星机器人 我们怎么确定有外星机器人啊 几天前我们发现掉落的陨石 难道你忘了吗 啊 陨石怎么了 你真的忘了 通过探测外星不明物体的数据显示 那陨石里绝对有外星物体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但是 怎么分辨哪个是外星机器人啊 地球上到处都是机器人 我们 快去检查飞体的状态 我这就去 哇哦 看看这是什么 哇哦 库齿 太好了 我们找到目标了 快去准备降落 钢甲人是拥有超级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我们能模拟人类的智慧 能够自行做出逻辑判断 这太酷了 告诉我维特 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呢 我来这里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你 并阻止地球在未来遭到毁灭 保护我 哇 我的机器人卫士 太酷了 慢着 你刚刚说地球遭到毁灭 这是神舟提供给我的资料 等等 神舟又是什么 神舟是钢甲人的创造者 而创造出神舟的人则是你 阿泽 慢着 我 创造者 怎么回事 我们要怎么拯救地球 这个问题我恐怕还没有一个答案 不好意思 哦 没关系了 哦 对了 你在我的手机上做了什么 我把钢甲系统链接到了你的手机上 钢甲系统 对 是钢甲系统 虚拟增强钢甲系统 你可以使用手机打开这个系统协助我 听起来挺有意思 走啊 阿泽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包括你最近找的机器人 机 机器人 你在说什么 别耍花样 快把机器人交出来 嗯 我们会给你糖果吃 好痛 干嘛 我知道 机器人就在你那里 你藏不了太久的 对 把它交出来 我们就给你糖果 噢 干嘛 你们在干什么 嗯 别搜索我的朋友 你又能怎样 小妹妹 我会大声喊 别害怕 小妹妹 我们只是问问你朋友几个问题 我们有糖果哦 我们不会再骚扰他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秘书包里的机器人 阿泽 他们是谁 呃 我不知道 或许是游客吧 嘿嘿嘿 走吧 我们迟到了 嗯 伟特 该怎么办 你被发现了 阿泽 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胡来的 这你确定吗 确定 只要我们不脱离人群 万一他们再出现 我们再想办法 好吧 现在呢 你们各选一个伙伴 你书包里的机器人 嗯 嗯 阿泽 我该接上红线 还是蓝线呢 蓝的吧 真的吗 好 就听你的 嗯 嗯 啊 阿泽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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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你在干什么 蓝色的电线 应该接到发电机的另一端 这个接口应该接红色电线 太迟了 天才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嗯 这 这 接错电线了 阿泽 娜娜 你们怎么可以犯这么基本的错误呢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课 嗯 我 对不起老师 我没注意电线的事 什么 是你让我接上蓝色电线的 你们两个 够了 今天下课以后 留下来 把课室清理干净 哦 是吧老师 各位同学 请安静了 现在 打开你们的电脑 看第三章 今天 我们来说说发电机的历史 我恨死你了 对不起 娜娜 丁齐 我们现在去抓那个男孩 等等 还不是时候 他总要离开学校回家的 他老单的时候才抓他 大功告成 呃 呃 三十球 今天 我约了朋友开雪糕派对 都是你害我留下来打扫 呃 对不起啊娜娜 这样吧 我们一起去吃雪糕 我请你 请你 吃两球 可以吧 三十球 三十球 呃 呃 丁齐 你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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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落单了 呃 现在是时候了 启动铁动机器人 呃 明白 什么声音 阿泽 快过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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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不迟 马上挤动搜索程序 发生什么事了 阿泽 娜娜 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那 是什么 阿泽 对了 娜娜 这是维特 维特 你做的机器人 他竟然会说话 随我来 没时间解释了 快走吧 嗯 嗯 噓 噓 我们快离开学校 我早就说了 你藏不了多久呢 小子 把它交给我们 威特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上吧 我的天 这到底是什么 别愣在那里 铁动机器人攻击 怎么可能 铁动机器人听命 同时出击 阿泽躲起来 好的 走 走 走 哼 酷师 启动远程武器 但是丁几我们在学校 照我说的做 阿泽 启动钢甲系统 钢甲系统 好的 明白了 钢甲系统 传送 支持明镜举 钢甲系统锁定 太酷了 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铁东机器人 怎么可能 故事 撤退 快撤退 这些人是谁 我有理由相信 他们是来自默克集团的 默克集团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默克集团的目的是我 他们想要取得更多钢甲人科技 原来他们也涉及这类活动 我只知道他们研发生产地球上 最先进的机器人 你将会知道 更多有关默克集团的内幕 什么意思 我的程序有限制 我无法再透露更多 你很奇怪呢 维特 阿泽 你们都看这边 他们都怎么了 这是自我毁灭的指令 纳米机器人正在清理现场 他们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说得没错 阿泽 维特 谢谢你救了我们 娜娜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人类 以及我的主人 主人 这么说 阿泽是你的主人 是的 我是他的卫士 主人和卫士 等等等等 我们不能成为朋友吗 朋友 虽然有点不恰当 但我想没问题 太好了 我终于有个机器人朋友喽 机器人 朋友 果真是这样 这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 这么说 每一个男孩都希望能和机器人交朋友 答对了 那个机器人竟然打败了我们的铁动机器人 是的 我还以为铁动机器人是最强的机器人呢 气死我了 博士 你们的任务失败了 不是那样的 其实是那个外星机器人太强了 所以 那就等于是失败 立刻给我回总部来 下一次我们一定做好准备 但是博士 我们要怎么打倒那个外星机器人呢 这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已经有了完善的计划 那就太好了 博士